谢娜低情商发言让杨子被骂上热搜 这次我却要夸夸谢娜 在最新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家庚》中 观众们再次感受到了明星们真实有趣的一面 这档生活类综艺节目自播出以来 一直以其轻松愉快的氛围和明星们真实的互动受到观众的喜爱 苏有朋、杨子、谢娜、林心如、乔欣等明星嘉宾 在节目中的表现更是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嘉宾们围坐在小院子里聊天 谈论起了邀请嘉宾的话题 这时谢娜突然提到了长乡四中的邓维 引发了杨子的好奇心 杨子这位直性子的小仙女 思维敏捷立刻向谢娜发问 这一位让谢娜瞬间紧张 结巴着回应 这一番对话让网友们捧腹大笑 纷纷表示那姐你也太真实了吧 杨子这孩子太逗了 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的长相思 谁能不喜欢邓维演的涂山景呢 节目中杨子还大气表示 要邀请长相思的四位演员来参加节目 让观众们期待不已 此外网友们还纷纷猜测 谢娜喜欢邓维的原因 有网友表示 看来那姐也是邀请党啊 一个敢Q一个敢问 八卦姐妹真是太有意思了 杨子曾说在拍戏的时候动过心 但最终并未跟对方在一起 只因她有一个恋爱定律 一直令她信奉的恋爱定律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能让她挽花从中国 片野不沾身 近日谢娜开启了一档乡村漫综艺 我们的美好生活 一开播就备受瞩目 甚至被誉为 综艺版去有风的地方 底齐节目中 杨子居然出现在了片场 这两人和石友的联系 她称自己本来是要休息的 结果谢娜的一个电话 就让她义无反顾的来了 在感叹神仙般的友谊时 谢娜却开启了玩笑 她先是夸赞起了杨子 有望夫体质 不仅拍一部剧就火一部 甚至还带火了每一个男主角 特别是长相思中 杨子一带四纷纷声咖 说着说着话题就跑偏了 谢娜就调侃起杨子 长相思中四个男主 没有一个喜欢的吗 有没有对剧里的男主角 等为动心呢 此话一出 杨子的脸瞬间变得红彤彤 连连否认道 没有没有 为何会如此决绝呢 因为她多年来都坚信着 自己的恋爱定律 这些年拍戏 她不是没有动过心 只是从未踏出过一步 因为她见挂了娱乐圈的悲欢离合 而自己也切身体会过 恋爱带来的后果 所以她不会再轻易重蹈覆辙 再将自己的伤疤揭开 众所周知 杨子在娱乐圈只公开过一段恋情 对方就是呵呵有名的 胡辣汤事件男主角 这一事件 虽然表面上看对杨子 没有什么影响 但内心造成的伤痛 只有自己清楚 当初恋爱时 她可能也不会想到会看走了眼 杨子与秦俊杰相识是在青云志 但当时二人并未产生过多交集 真正开始接触是在龙珠传奇 他俩是这部剧的男女主角 刚开始也只是普通同事之间的寒暄 并未有别的想法 外表看起来打打咧咧的杨子 其实内心无比脆弱 看起来很坚硬 其实那是她给自己住的壳 很少能有人真正走进她的内心 恋爱对她来说 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 一开始杨子并没打算跟秦俊杰在一起 但她就偏偏破了杨子这个壳 两人在剧里饰演的是一对甜蜜的情侣 戏内甜甜蜜蜜 戏外就是打打闹闹 这时一如既往只是单纯的兄弟情 但慢慢的 好像一切都变了味 杨子察觉到 这与以往的兄弟不太一样 她对她的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范畴 意识到不对劲的杨子 主动梳理了秦俊杰 然而秦俊杰这边却是弃而不舍 从她见到杨子第一眼 她就被这个女孩给吸引了 透过她打打咧咧的外表 她好像看见了杨子的软弱 于是她日复一日围绕在杨子身边 对她殷勤备至 每一个小细节都体贴入微 皇天不负苦心人 她的执着打动了杨子 杨子也真正的敞开心扉与她恋爱 可人心一变 先动情的人却先变了心 她与张雪莹拍剧时 同喝一碗胡辣汤的视频被爆出 这一下 两人的恋情彻底结束 杨子从此就一直是单身状态 甚至还有了著名的恋爱定律 演员在拍戏时 着夕相处很容易动情 特别是跟对手戏男演员 几个月的时间同吃同住 甚至还有亲密关系 但她高诫自己 在拍戏的时候一定要压住心动 慢慢让自己脱离出来 如果一两年后还是很喜欢 那才是真的感情 到时才会选择在一起 感情上对自己很到极致 但她依然是居足的开心果 在拍长相思时 她对邓维颇为照顾 邓维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 也非常感谢她 在拍摄完一段哭泣后 她的情绪亦是无法抽离出来 这时杨子就发挥了她的搞笑本领 她直接上手 给邓维的头发编了两个麻花辫 这一下不仅分散了邓维的注意力 还给她带去了欢乐 杨子更是如向日葵般 在演戏和生活中 都给了她很多帮助 怪不得有人说 杨子成了给邓维把关的经纪人 长相思发布会上 主办方让邓维念台词 因为有剧透的风险 邓维望向了杨子 问杨子可以说吗 直到杨子点了头 她才读了出来 类似这种事可谓是层出不穷 一次在直播时 主创人员都在聊片场趣事 这时邓维灵光一闪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但是她还是先询问了杨子 能不能说 只因那场戏是两人一起拍的 有了杨子的事意 她才放心大胆说了出来 有人说长相思是靠杨子才火的 但她却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演员都是相互成就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被鼓励和温柔以待 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演员 好的演员不应该只是谈情情爱爱 而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而最近有消息传出 电视剧秦簪行也要迎来正式的补拍 这次的补拍将削减至少20集的内容 这也就意味着主演杨子的戏份 可能会有显著增加 随着电视剧成欢季 最近宣布杀青 杨子将直接参与电视剧秦簪行的补拍工作 据相关消息透露 杨子预计将在拍摄组待上20天 主要是为了与新男主演林更新 共同完成他们之间的对手戏 电视剧秦簪行的制作组 目前已经准备好了相关场景的恢复工作 以及其他各种筹备工作 此前 制片方透露该剧需要4亿的成本才能回本 所以这次的补拍 无疑将更加用心 因为这关系到这部剧的成败 然而 由于之前男主演的戏份较多 甚至强行加入了一些情节 而且整部剧的篇幅也较大 所以在重拍之际 势必要删减掉很多内容 考虑到之前一些电视剧 尝试使用人工智能 换脸技术效果并不佳 所以预计青簪行将坚持真人实拍 这也就意味着 拍摄的内容和时间不会太久 男主演的戏份将被减少 此外 根据新的电视剧规定 一部剧集的最大篇幅不能超过40集 如果将其分成两季播出 也会受到播出间隔的限制 然而 青簪行原本计划有60集 因此要成功上线 并获得发行许可 至少需要删除20集的内容 这也就意味着男主演的戏份减少 而主要情节和角色将发生调整 尽管补拍工作充满挑战 但有了杨子的巨大知名度 他的戏份不太可能被大幅度削减 事实上 他可能会在剧中的角色上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杨子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凭借电视剧《长相思》等作品 成为下级当的霸主 他以演技和颜值并存 深受观众喜爱 而且在扛剧方面实力超全 此外 西南主演林更新回归 重新进入古装美男的领域 他的演技和角色把握更为成熟 能够为角色赋予全新的面貌 他和杨子的组合也非常默契 将为秦簪行的宣传和播出前景 奠定坚实基础 总的来说 秦簪行在实力导演林玉芬的指导下 具有高水准的剧情和制作质量 以及原著小说的众多粉丝 和丰富的故事情节 此外 剧中还有一众实力派演员 都具备出色的颜值 艳迹和知名度 因此 尽管剧情上可能不可避免的 要删减内容 但杨子的戏份将增加 并更新的加盟 以及整体制作和演员阵容的强大 将为补牌后的秦簪行 创造出非常好的前景 毕竟杨子目前的影响力 可能会让这部剧重新焕发生机 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在明年期待秦簪行的上线 对于这个消息 你有什么看法呢